hello各位观众朋友好 我是欣然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是来到了这边的一个清田镇的耿庄村 我后面其实说之前都是耿庄村的一个村民们所盖房子的一个地方 但是可能近于两年 今年或者去年的时候这边进行了一个拆迁 然后很多房子都是已经拆掉了 所以说之前 一大片区域的一个房屋现在都是已经变成了废墟 今天就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村庄 然后现在他们村民们所盖的新房子 都是已经到了我前面那个马路两边了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里变成了一片的荒地 然后还有一些房子是没有拆掉的 很大一部分都变成了一个废墟 然后就是有很多散烂的一个砖头之类的 然后我最前方那里有不少村民们在做那个粉皮 然后我们今天就进这个村看一下这里谨慎的一些建筑 我面前有一位村里的老人正在拉那些砖头回去 不知道去拉到哪里去 然后这里还有他们村民所自己弄的一些绳子 这个是钢筋的一个绳子 是用来晒那个细粉的 就是我们做的红薯细粉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面前的这些 这片区域吧 据说之前真的都是有盖上房子的 我们进去来看一下这里 可以看到这里有车子压过的痕迹 然后还有各种散落的一些瓦片 还有砖头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 他们村民的一个房子的一个旧址 现在是已经拆掉了 我最前面那里还有一个泥土墙 剩了一点点 之前应该也是有在住的 包括是我左边这里 也是有一些砖头在这里 应该之前也是一个房子的一个地基在这里的 然后这里还有被挖走的一些泥土 可能是修路或者是说他们盖房子挖走的 这里还是留着明显的一个车轮的一个印记的 应该是他们拉那种砖头出去的时候压成的 在我的左前方这边是村民们正在晒那个凉皮的一个地方 用那种竹牌那种的样子就是来晒凉皮 然后我们细粉的话就挂在刚才那个绳子上去晒 可以看到这边大多数都是已经变成了废墟 然后在左前方那边还是有不少村民正在卖树的 这个老村现在应该是环根农田 然后村里的树都要砍掉 然后房子也是所剩不多了 也就是一个两三间的一个样子 而我面前这里可以看到之前是一个房屋很集中的一个地方 但是现在只剩下了一些碎砖头 还有一些农药瓶还有那种酒瓶之类的玻璃瓶 所以说根据现在这种状况很难想象出 之前这里是有非常多人住的 是来自个房屋 我看不见了 有这个房屋